匈奴、契丹、柔然、突厥、达达、女真 究竟啥意思 现在全搞懂了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 朝代不断更迭 纷乱的历史潮流中 中原这片沃土 始终被西北的少数民族虎视眈眈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少数民族 例如匈奴、契丹、柔然、突厥、达达和女真 虽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却也各自保留着独特的文化与历史 那么 这些民族的来历 你都了解吗 匈奴 匈奴通常生活在蒙古高原上 日常的生活以游牧为主 活动范围大致在俄尔多斯高原地区 在汉朝初期 这个民族逐渐强大起来 匈奴凭借精锐的部队和强悍的骑兵四处征战 在鼎盛时占领了东湖、楼兰和大越士等民族的领土 成为西域的统领 既然在西域势如破竹 匈奴的野心自然继续膨胀 开始觊觎中原地区的领土 因此 汉武帝执政时对匈奴问题十分头疼 匈奴屡次进犯中原 汉朝也多次派兵驱逐匈奴 在西汉前期 匈奴的势力远不如汉军 虽屡败屡战 却屡战屡败 可匈奴人却依旧没有放弃 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等待着重回西域的时刻 这个时刻终于被他们等到 到了汉武帝晚年 或去兵大将军病逝 汉朝在乌如他一般的帅才 匈奴再一次亮出了自己的獠牙 匈奴搭败汉军 占领漠北地区 可惜匈奴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得势不久 匈奴内部就开始分裂 内斗的频繁爆发 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 更有甚者投靠汉朝 好巧不巧 漠北突发蝗灾 作物颗粒无收 百姓自然怨声载道 匈奴开始陷入纷乱当中 匈奴这个民族 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笔 大概就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建立前兆政权和湖下政权 自此以后 匈奴退出历史舞台 销声匿迹 契丹 契丹族主要生活在北方 在今天东北地区 以虚木叶为主 唐朝初期 原本四散分裂的契丹族 开始形成统一的联盟 大赫氏联盟 契丹族的势力也开始发展 唐朝为了方便管理 在东北地区设置了都督府 可此后不久 契丹族的联盟就分崩利息 契丹族又重新处于分散状态 随着时间发展 契丹族又逐渐形成了 杨碾氏部落联盟 自己的力量太过弱小 只好投靠后突厥韩国寻求庇护 可惜天保四年 后突厥也被灭国 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 契丹族都居于回合的统治之下 可这么一个看上去连生存都困难的民族 却在后续百年的时间里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安始之乱以后 唐朝由胜转摔 契丹族看准时机 一举出击 契丹族首领耶律阿宝基率族人 大举进攻中原 大败唐军 建立政权辽 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 终究难以长久 况且女真族也已经壮大 宝大五年 由女真族率领的金军 大举进攻辽 辽邪皇室西先 后来被蒙古人所灭 剩余的契丹族人四处分散 最后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 柔然 柔然 又称如如 生活在蒙古 及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 柔然本来只是东湖的一个旁支 在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强大起来 是蒙古地区 既匈奴和鲜卑之后 又一个崛起的民族 他们原本只是一股很小的势力 还需要依附鲜卑的庇护 但柔然人并没有就此高枕无忧 他们在这种庇护下不断壮大自己 趁着鲜卑外出拓展疆土 出兵占领鲜卑的大北营 因为出其不意 给鲜卑造成了重创 当然也就此与鲜卑结仇 柔然的势力不断壮大 鼎盛时与南北两朝 形成了三股对立的势力 本来应该借机吞并其他韩国 可螳螂捕差 黄雀在后 突厥一军突起 柔然应付不及 被突厥灭国 后来的柔然人也有不少 成为了北魏俘虏 逐渐与中原汉族同化 突厥 前面提到 突厥其实也是生活在内蒙地区的少数民族 在五湖乱华的战乱时期 趁机发展壮大 与匈奴 鲜卑和柔然十分相似 也都是游牧民族 在灭掉柔然以后 突厥建立了突厥韩国 正式称王 突厥充分吸收了柔然的实力 也对中原地区蠢蠢欲动 可惜当时的隋唐 正处于鼎盛时期 实力过于强大 657年 唐朝联合回合 灭掉了西突厥韩国 狠狠错了一把突厥的锐气 突厥人从此 不敢再轻举妄动 甚至臣服于唐朝的统治 安分守己 但这份安分 是建立在唐朝的强大之下的 随着唐朝由盛转揣 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大不如前 突厥人也开始重新 觊觎其这片土地 682年 突厥人建立起后突厥韩国 又对边境地区发起进攻 可惜唐朝虽不似当年 但依旧强大 突厥人又被唐朝打败 而此时正逢七单族崛起 四处开疆拓土 突厥人再无机会一统中原 只好不断吸迁 在这个过程中 突厥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 又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 突厥这个民族也就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达达 达达与上面所介绍的少数民族相似 也是北边的游牧民族 生活在蒙古地区 但这个民族不同的是 他们历史非常悠久 曾经建立过三个政权 分别是蒙古 元朝和北元 因此他们自称为蒙古 只是在明朝被称为达达 而他们最活跃的时候 是中原地区 明朝掌控政权的时期 当时的蒙古 因为各部族的相继崛起 不断分裂内斗 最终形成了瓦拉和达达两方势力 达达也时常进犯明朝的边境地区 可明朝实力太过强盛 达达无奈只能退出漠南 明朝有意稳固边疆 因此派人招服达达和瓦拉 对边境贸易适度放宽限制 希望与达达各退一步 让达达臣服于明朝 可达达却也心不灭 1410年 明太祖发动北伐 大军压境 击溃了达达和瓦拉大军 达达建立的北渊政权崩溃 达达与瓦拉陷入混战 互相残杀 经过长期的分裂厮杀 部分族人选择投诚明朝 也有部分部落不断南迁至漠南地区 后来又被清军征服 全数并入清朝 蒙古帝国就此消失 女真 女真族恐怕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少数民族 他们也就是满清王朝的建立者 但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 女真族早在宋朝时 就建立过经国 可是后期 经政权不断衰落 女真族也没落下去 直到明朝时期 女真族操光养晦 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 建立后京政权 也就是后来的满清 女真族与明朝经历了数几十年的斗争 双方不断角逐 这场战争最后的赢家是女真人 正如我们知道的 吴三贵放清军入关 女真人大举进攻 统一了中原 击溃了明朝 取得了中原的统治以后 女真人定国号为清 开始一风一俗 不过这可不是我们近代所说的一风一俗 而是换发型和衣服 正如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见的 额头剃光 只留一条辫子 不过并没有电视中那么美观 要留成金钱鼠尾辫 衣服也要换成满族服饰 与其他民族相比 女真族对文化统治的重要性 理解得非常透彻 后来满清王朝覆灭 满族人也就与汉人融合 在中原地区继续生活 从上面几个民族的发展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每个民族最终的结局 都是与汉人相互融合 可见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根基之深后 这份根基已经深入血脉 无法被改变 即便是改朝换代 也只能让统治者来主动融入我们的文化 有这样一份民族文化 营绕在中华人民的心中 聚集起共同的道德力量和社会价值观 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向心力和凝聚力 另一方面 少数民族们虽然总是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 可始终很难真正一统中原 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分裂 民族内部新不齐 总是陷入分裂内斗 始终无法聚集力量发展生产和经济 即使拥有了精锐的部队和汉血宝马 也只是用来打自己人 不能一心对外 由此可见民族的凝聚力多么重要 放在21世纪的今天 历史的教训也从不过时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必须要有统一的文化作为民族根基 共同的价值观作为精神纽带 才能在大事发生时 凝聚其整个民族的力量 上下一条心事 城池便坚不可摧 订阅我 一起聊聊 我想看望 我实在有什么 就是 这就是